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关键的情况 这一病毒的消失传出步 中国政府和合肥市地方政府也在努力 阻止这种病毒的爆发 我觉得中国政府和合肥市地方政府做得非常好 他们也联系了中国科技大学 他们提供了所有可能的技术 如口罩、手套和消毒机 这个病毒问题出来 政府一直为了人民安全做努力 只是发通机提醒人民实习一方措施 我们都会参加 有些措施虽然对生活、学习、生意和工作的影响很大 但是我们都了解就是为了社会安全 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也没有离开中国 我也是在合肥 我看到了就是安徽这边的政府控制冰毒扩散非常好 非常严格 大部分的小区都是被封了 如果你想出去或者进来必须测体温 每个星期只能出去三次 而且家里都是一个同样的人 这样我觉得就是控制非常好 在幼儿园那边也是每天必须报告自己的身体状态 科大这边在我的学校也是控制的非常好 要是在别的国家不一定能做得那么好 开始这个消息太可怕了 但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国际学院 有学生们分享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一是他们免受病毒的感染 他们说如果你们有任何医疗问题 请进快告诉我们 留学生们不存储小门 既有小数 既源自在附近的市场奔忙买笔书品 国际学院为学生提供了不少量低温的温度墙 老师们有所有的国际学生都有联系 如果学生有问题 他们可以很容易的找到老师们 我想在学校的帮助下这并不难 中国的国际学院在尽力帮助我们旅学生 老师说很不容易保护和照顾这么多旅学生 他们不停的帮助我们提供我们的需要 其实我感觉没有什么困难 我现在也是尽量点外卖 至少在中国很方便 就是可以点外卖 有很多在线的超市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多大的影响 反正也在家可以学习 现在学校也做了在线的平台 我想告诉我的父母和我的国家 大家要相信这个困难的时间一定会不会出的 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安全的国家 我们都有中国正在一起 我非常感谢中国政府 地方政府和我们大学的老师 让我们在家里的生活很安全 我们也知道父母都很担心 但是我告诉他们 你们应该放心吧 我们都很好 我们相信中国 一切都会好出来 我妈妈有时候也是比较担心我 但是我跟她讲 没有那么夸张 这边是很安全 而且我跟妈妈讲 如果我回去 那边我就得更不安全 因为在中国这边他们有经历 我们相信中国政府 也是想说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中国加油